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就變成是 舉旗不定啊 我唯一看到這個畫面 老師你會跳十六噸嗎 你跳得起來嗎 你要不要先找表 至少比柯文哲快一些 真的喔 柯文哲跳十六噸 我的天啊 你有沒有什麼要健身的方法 跟他講 你有沒有跳十六噸 柯文哲每天被黃國昌這樣壓著打 那個氣 現在有人讓他當眾表演這十六噸 然後有一個這樣子鏡頭 好久沒討論柯文哲了 但我要補充一件事 黃國昌真的是呂布的二點零版 他不是呆呆的呂布 他是二點零版 什麼意思呢 他現在對他來講 黃國昌現在就怎麼樣 高竹強 廣積良 反身亡 現在黃國昌內外交迫 國民黨做的那個中廣做的民調 他心不太會流血 然後民眾黨裡面 又一群人在反他 所以他現在就是有點起虎難下 所以對黃國昌來講 現在最好的方式就是暫時 不要那個光芒先收起來 時間倒在出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剛剛一直講到黃國昌跟柯文哲 那柯文哲已經知道了 結果黃國昌懂事 現在你看 我們好久沒討論過柯文哲了 今天都在討論柯文哲 柯文哲回來了 柯文哲這個時候 先不要把這個風頭過欠 所以你看我就講了嘛 對黃國昌來講 四千人的直播臺 他自己在家裡開直播都三萬了 這個時候就是不要過度的去引起風 可是柯文哲為什麼最近會突然講黃國昌十二年都沒有變 因為這段講出來一定會引起大家的討論 他直接講變的是民進黨 他為什麼要直接講 而且講的黃國昌沒有變 講的民進黨是變 某種程度之間 如果照剛才黃老師你講 就他講的黃國昌才會有聲量是不是 然後大家就開始討論這一趴嗎 他講他自己十二年沒變啦 他跟黃國昌都是二零一四年崛起的嘛 黃國昌早一點 二零一六年那時候反紅沒開始嘛 然後但是極大成是在二零一四年 那時候黃國昌是學運的導師嘛 那柯文哲也是那個時候 因為素人 所以民進黨那時候跟他合作 他才有後來的臺北市長是他錄 他現在說 還唱十二年沒變 意思就是說他自己也沒變啦 我不知道他講這句話信不信啦 但是小草們大概不信啦 就是小草們做國昌的圖啦 望你隨便國昌 小草真的很有創意 對不起那個青鳥們很有創意 真是什麼都有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變這件事情 我覺得問青鳥運動外面那些朋友 那些拜託 當初大家十年前太陽花那時候 大家就是那一批人 然後你現在跟我那一批人 你問我說 柯文哲沒變 黃國昌沒變 那一批人如果信 我就信 那一批人如果不信 抱歉我也沒辦法相信 所以他用這個方式情去講 第一個柯文哲他沒變 那他自己強調說 就是他在表面上在捧黃國昌說他沒變 他自己都在捧他自己啦 就是說我也沒變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現在用這個方式啊 他也可以開始去增加他的聲量 不然什麼聲量 現在就是話題只要提到黃國昌 就會有新聞的標題 以前是講柯文哲就會有標題 現在只要提到黃國昌 這三個字 你看大家開始討論他 所以柯文哲也知道 這種就是有點趁勢的概念 就是說現在與其跟黃國昌 就是硬碰硬 他不如就是趁勢 然後互相利用的過程中 真正決勝點 我還是觀察是在二零二六的新北市長 到底到時候怎麼樣 那個時候再來看 OK 會長補充 小五哥我跟你說 那個變是這樣子 兩個人如果是這樣兩端對不對 一直動一直動一直動 你說他們有沒有變 兩個都在變啊 實在是他們不看彼此以為 自己都沒在變啊 第二件事情 你要說過去十二年沒有變 我之前其實也講過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黃國昌這個人 他是陳社社長 那時候是因為反紅媒 在二零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我有去現場 然後我們因為那時候 我是蘋果的員工 然後二零一九年那一次 反紅媒就是十萬人 那一次我也有在現場 我也有去 而且就是還有一些照片 然後跟大家合照 那一場我還是第一棒上去講的 下面一堆的淋雨 而且大家都穿白衣服 十萬人 那時候真的很多 二零一九年 然後到現在 目前我那時候反紅媒 那現在最近這過去年那一年 因為我反綠媒 併購中家 一樣都是併中家的案子 十二年來 真正沒有變的人是我啊 但其他人都變了 好不好 廣國昌 都現在都已經 現在都已經不反紅媒了好嗎 誰有資格說沒有變 就我 只有我在反紅媒 跟秩序在反綠媒 誰敢這樣子 就只有我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也有資格說 十年沒變的就是我 我覺得這裡有人出發點 因為我是在鄭傳媒訪問他嘛 那他的講法 大概就是說 他覺得以國民黨的現況來說 第一個國民黨 會不會在縣市裡面 去禮讓民眾黨 這個基本上 他是非常非常不認為 連新竹都不用考慮 不會啦 新北不用討論 但連新竹都不用討論 新竹那一帳 基本上國民黨 還是有推自己的人 那一次還是有 那那一次其實對國民黨 來講不見得是有利 因為到最後新竹現況來看 也是高王安在做主 國民黨在那邊 有什麼好說的 就即使後來找副市長 也是找民眾黨的人進去 也沒有國民黨的空間 所以新竹那個 其實國民黨內部 其實討論過一些 就是說對於這種 所謂的表面上說 我們也派人競爭 但實際上是用 禮讓或者是合作的方式 對國民黨內部 其實老實講 新竹那邊是很很傷的 那第二個他其實認為說 以黃國昌的狀況 他覺得黃國昌 應該好好的在立法院裡面 當一個立法委員 他覺得就是他 他自己站在國民黨角度裡面 他認為說黃國昌是有戰力的 即使說大家外界批評他或是怎樣 可是他是一個有戰力的人 對比民眾黨其他人 他沒有他沒有批評其他人 但我講說 他沒有批評 不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以現在民眾黨整體上 他是有戰力的 那你現在硬把他弄一個 兩年條款 也就是說你接下來 你想嘛 你要如果真的要選 縣市首長 你還有多少力量留在立法院裡面 你後面有很多的時間都必須要去往地方去跑的時候 他用了兩個字叫折損 就是說你其實折損了一個 而且你兩年之後他要幹嘛 你現在已經簽了這個條款了 你兩年之後 你勢必一定要離開立法院 那你離開立法院之後呢 如果去選舉 選舉在各個地方 國民黨有什麼條件去 他有什麼條件去跟國民黨談 即使有可能會變成就是說 他今天堅持要選到底 黃國昌後來也講了 他有調整 主席叫他去哪 他就去哪 主席如果沒有要他選 他沒有要選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開始在畫一條線 是在告訴大家 講說好 我把主導權拉回到這個 所謂的柯文哲的身上 你表面上認為說 好像黃國昌是在尊科嗎 其實我老實講 兩個人現在的關係 就我個人 人認為叫做相互利用 黃國昌確實拉到了一些 所謂的在這個不滿藍綠裡面 那些比較激進的人 往黃國昌那邊靠攏 所以你看黃國昌直播的人數 事實上在他加入民眾黨之前 跟他加入民眾黨之後 我認為他的人數是有成長的 可是他的那個成長 跟對比所謂當時 原先柯文哲 號稱說他要制衡藍綠的時候 所吸引到的那一些 願意投給民眾黨的人 那個母數來比的話 跟現在因為民眾黨整體在立法院的作為 而因此跑掉的 你認為是增加的多 還是跑掉的多 我那天一樣在正傳媒訪問了楊宝珍 楊宝珍說就他自己的觀察 他覺得離開的比西進來的多 民調看起來也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成為一個驅使而且楊宝珍在寶宝當時在講這個話的時候是在民調出來之前 所以我就說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一個狀態 國民黨或許在這一個階段裡面事實上罵罵你知道國民黨最近在講講什麼你知道嗎國會改革無法是黃國昌要推的 這個以鍾嫂萍為罪 對對對 告訴我今天吳宗憲也說剛剛講的他說國民黨推的國會改革沒有違憲 所以誰推的有違憲 是民眾黨黃國昌 那為什麼國民黨願意去配合民眾黨呢 現在聽起來好像是國民黨配合了民眾黨演的那一齣戲 而且其實老實講國會改革這件 如果再回到禮拜五的那一天 上臺接受歡呼的是國民黨的立委們 還獻花耶 打下了漂亮的一仗 不要玩兩面手法嘛 對不對 你一面跟資者講說這是我們贏的 現在被罷免了 要被人家搞 就說沒有 那是民眾黨 那是黃國昌 就很混亂 那因為剛剛提到說黃國昌到底變或沒變 其實老實講 對國民黨現在在看黃國昌 我覺得一定拍拍手 覺得他很棒 因為反正罵黃國昌的就會去罵他 幫他分散一點 怕我跟當時國會改革是一樣 可是你真的回來看了 就是說對於整體的民眾黨來說 他似乎感覺上 現在想要透過才華法的操作 去告訴大家講說 我民眾黨還是可以跟藍綠合作 但我覺得因為前面這幾章 我覺得就是藍綠白各自 那個藍白現在各自有沒有互信基礎 我不知道 因為我認為相互利用的也多 可是看起來綠跟白之間 我不認為有有有這個基礎的存在 所以你看民眾黨現在改操作是 他說國民黨的才華法版本不好 那呼籲民進黨行政部門 趕快提出版本 我們坐下來討論 但回到了那一句話 黃國昌十二年變了沒有 其實變不變 不是民眾黨的人自己說 就像我說康仁俊頭髮多不多 也不是我自己說的算 主持人的表情說明了一切 謝謝主持人的解釋好不好 你的表情已經卸了底了 不是咱們這麼好朋友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外界在看黃國昌有沒有變最大的那個著眼點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黨產條例修正草案 因為當黃國昌在那個階段裡面什麼話都不說 而事後出來講說 那個黨產條例已經翻頁了 我們就是反對塑及既往 但你沒有任何作為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對很 我在問過一些民眾黨的支持者 他不是那麼堅真的柯粉 也不是那麼堅真的黃國昌粉 那種沖粉 但他們其實是看不懂民眾黨到底在操作什麼 所以當柯文哲要在榮興花園裡面搬那一場 你會發現到 他其實一直在說服他的支持者 說他們沒有改變 可是不在於柯文哲怎麼吹捧黃國昌 因為老實講黃國昌吸了一些人 然後柯文哲跑掉了一堆人 現在如果再跟黃國昌切割 那一批再跑掉 你民眾黨剩什麼 你民眾黨在這個地方根本沒辦法切割 可是如果你要跟黃國昌繼續綁的 因為黃國昌他對於綠營的那個批判 跟的那個態度是非常鮮明的 未來怎麼可能會有再平衡的空間 所以我不知道那天榮興花園 好像立委去了七個吧 黃山再沒去 我講坊間也有很多想法 有人講說可能黃山身體不好 可能家裡有事 但也更有人去質疑講說 是不是要透過這個 因為柯文哲在裡面一直罵民進黨 那黃山不出席 是不是要留一個空間 跟民進黨合作 讓人家有一個想像 但應該是家裡面有事啦 或是什麼才沒有去參加 OK 蘇培 OK 蘇培